只见专门为木工达人设计的木工工具 经验丰富的师傅都在用 第十名 也不知道是谁发明了这么好用的上石膏板辅助板 用一个螺丝把它固定在一个边上 一个人上石膏板的话 这个辅助板就可以拖住一边的石膏板 上完石膏板缝隙也留得刚刚好 如果你是两个人上石膏板 它可以帮你拖住一边的石膏板 还可以自动帮你留好缝隙 两个人上石膏板用它省时又省力 使用完以后咱们把它拆掉 缝隙也留得很均匀 第九名 咱们平时固定柜体安装门套床套都需要用到发泡胶来固定 这种普通的发泡胶嘴老是出现毒拐不出胶的情况 现在我们都在用这种免清洗的法宝 胶枪安装固定非常方便 把发泡胶放在上面拧紧就可以 这样咱们在打胶的时候 就不用担心发泡胶毒管容易把胶搞到身上的问题 打完胶以后把这个罚门关掉 然后把胶管里面的发泡胶打出来 把它后面这个螺丝拧紧就可以 这样放上一个月也不是问题 第八名 有切割机的师傅一定要装上这个切割机 底板倒装就是一个小的倒装具 切割也非常方便 还可以安装修边机 有需要底板的在左下方小黄车里 第七名 这个东西终于研究成功了 它有多好用我都没法形容 底下有个快速夹可以固定板材不让它动 上面有个自动纤维 使劲往下钻也不会把门板钻透 钻孔速度特别的快 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有了它 以后装门都可以交给徒弟干了 点击左下方小黄车有同款工具 第六名 一个人在工地干活没人帮忙 这是专门为木工设计的一款快速安装F家 它是微调装置的 加得特别紧 上面有一个实用垫片 防止损伤木板 它是全钢制的导轨 耐用不变形 大小尺寸都有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8寸的固定衣柜 第五名 可以用一辈子的记号笔 各种缝隙都能轻松深入标记 防水素杆标记更准确 随身携带很方便 第四名 可以自动收线的电动魔斗 这个发明真是太实用了 原来两个人的活儿 现在一个人就能完成 每次放完线以后 不需要一圈一圈手摇收线 一键自动回收 用着特别方便 第三名 你知道现在板材都怎么拼接的吗 如果你还在用钉子就out 现在优秀的木工都在用这把水合刀 一把刀就可以开出两个相对应的槽口 拼接在一起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直角 使用也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一块板平着开槽 一块板立着开槽 这样开出来的槽口 对在一起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直角 各种板材用它进行拼接 又美观又结实 第二名 随着木工的整体工艺不断的提升 现在很多业主都要求层板上用五个大牙螺丝 所以木工的工具也在不断更新 就这个大牙螺丝定位拐齿 非常适合现在的木工使用 先打银孔 再上大牙螺丝 非常标准高效 拐齿头部有带中心线的刻度齿 方便快速定位打孔 拐齿总长70厘米 适用于大部分木工使用 还配了一个深度线位环 这是一个可以折叠的全部锈钢三角齿 不用的时候就把它收起来 也不占地方 如果你感觉还行 视频左下方就有 第一名 咱们木工自己制作的快速定位靠山 只需要一个木工快速加 首先找到一个不要钱的板材 做好标记 用螺丝把快速加固定 固定好以后 把快速加反过来调到卡紧的状态 然后在另一头用铅笔做好标记 在做标记的地方 用螺丝固定一块木板就可以 这样做出的套山既简单又好用 往下一压就可以卡紧 往上一掰就可以松开 松一下这个螺丝 还可以调节卡紧的尺寸 有了这个快速加 自己也